身为人母,看着自己的女儿嫁人生子,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,可是这位母亲却并没有多么高兴,在女儿顺差生下八斤多重的大胖小子后,直到母亲破口大骂,整个产房的医护人员都唏嘘不已。 欣欣是个年纪轻轻的90后妹子,本来是花一样年纪,却在准备上大学的时候,意外怀孕了,好在男方挺负责任的,知道欣欣怀孕后,并没有让她打胎,而是领证结婚了。 怀孕前期,欣欣妊身反应很严重,还被检查出有妇科炎症,心里是各种的不痛快,但是婆家人却没有因此嫌弃她,为了让她孕期补充营养,每天都变着花样做给欣欣吃。 很快欣欣也为口大增起来,时间过得很快,快要熬到了孕晚期,欣欣一下子胖了很多,娘家人知道后,欣欣的妈妈却在指责她,孕期不注意也是,以后胎儿大起来都不好生了,欣欣也很无奈,每次看到婆婆做了那么多好吃的,就忍不住。 很快欣欣没到预产期就破水了,因为投胎的原因,欣欣便让自己的母亲过来陪产,宫口开得很慢,疼得欣欣哇哇叫,医生给她打了催产针,没过多叫宫口就开拳了,推进产房几个小时后,孩子还是没有生出来,医生表示产妇骨盆有些宅,胎儿头位较大,所以必须采用侧鞋,当侧鞋完,宝宝就滑一下就生出来, 欣欣也出现了严重的会因撕裂,一直到肛门,心血直流,陪她母亲看到后,心里又气又心疼,等医生手动玻璃太胖,缝合好伤口后,母亲就忍不住大骂起来,边哭边骂,欣欣刚体会了做母亲的伟大,自然明白自己妈妈痛骂的原因,也忍不住落泪了。 在场医护人员顿时就沉默不语,当妈之后真的是有操不完的心,只有真正体会了做母亲的心情,才能真正感受到母爱的伟大,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女儿,会让她在这个年纪打掉孩子吗? 欣欣小贴士,虽然运气常态不斩肉很好,但是运气也一定要注意饮食,特别到了孕后期,千万不要将自己捕过头了,不然害了自己也害了宝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